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人家要去的時候 所以當人家要去的時候 總比他先一點 哎呀我要人抬才可以 抬到哪裡啊 抬去才可以到啊 這個病人說我要人家抬 我才可以去到 但是 按照他的對話 但是從這個對話來講 他是有一點點的行動的能力 他仍然是有一點點的行動的能力 如果在38年裡面 如果在38年裡面 他曾經看見有人 當水搞冬的時候 真的跳下去 那麼他又醫好的 如果在38年如果他真的看到 每一次水在動的時候 有人跳下去 就是得到醫治的話 那他一定 握在池子的旁邊 他一定會躺在池子的旁邊 比賽一下 比賽跟人家快 看看水可以先掉下去 希望他可以最先得過 如果這一次 如果這一次 可以快一點 下次可以快一點 如果下次都不行 再快一點 再近一點 於是又再快一點 在38年裡面 總有一次可以先下去 應該遲早都可以有一次 下去 所以我就想 他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究竟他的事情 究竟他事情的原因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耶穌基督知道 所以也沒有跟他解釋什麼原因 耶穌也沒有解釋 有什麼原因 很直接地就問他 究竟你要穿越嗎 他就很直接地問他 你究竟想不想好 可能有很多人 他有自己的性格 可能很多人有自己的性格 可能是他非常地自卑 可能他是自卑 也可能他千缺了幾率 或者他是欠缺了幾率 也可能他哀發脾氣 或者他喜歡發脾氣 他不希望面對現實 或者他不能夠面對現實 但是主耶穌來了 主耶穌這樣宣布 但耶穌來到 耶穌這樣宣布 他說人子來 人子來 是要叫人得生命 是叫人得到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而且得到的是更豐盛 什麼叫更豐盛的生命呢 什麼是更豐盛的生命 就是更有意義的生命 好 讓我們重新來看看這段的聖經 現在讓我們重新來看這段聖經 首先這個詞 叫什麼名字呢 這個詞叫什麼名字呢 本來聖經是用希臘文寫出來的 本來聖經是用希臘文寫出來的 但你特別地說 這個詞的名稱是用希伯來文 但在這裡特別指出 這個詞的名字是希伯來文 希伯來文叫必是大 照希伯來文翻譯出來就是必是大 這個是聖經這樣寫的 這個就是聖經這樣寫的 那必是大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必是大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連宿的房子 就是連宿的房子 來到這個詞就可以得連宿 即是來到這個地方就可以得到連宿 那詞這個字的希伯來文是什麼意思呢 而這個詞的希伯來文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詞希伯來文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詞希伯來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跳下去 就是跳下去 如果把這兩個連起來 如果把這兩個連起來 如果把這兩個字連起來 就是跳下去就得連宿和一字 當時的人都是很通用的用這兩個文字 當時在那個地方的人都很通用的用這兩個文字 所以兩個字拉起來 所以兩個字合起來 就是跳下去就可以得連宿和一字 跳下去就可以得到連宿得到一字 但跳下去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但跳下去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很多人都曉得我有兩個兒女 牧師 我們個個知道有兩個兒女 一個在香港 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香港 一個在美國 他們很小的時候 我太太教他們有用 小時候的太太教他們游水 但是我叫他們跳水 而牧師就教他們跳水 教他們潛水 教他們潛水 有一天我帶他們到游泳池的旁邊 有一天牧師帶他們去游泳池的旁邊 我就叫他們跳水 他就教他們跳水 我說你們看爸爸怎麼跳 很容易 很容易 腳一伸就跳下去了 腳貓貓再伸直就跳下去了 很好 很好 那麼我其中一個小孩 就跑到那個跳板上面 他的兒子就走到那個跳板 一步一步走到最後的一村那裡 慢慢走到跳板的盡頭 太好了 真的好了 跳吧 牧師的心就說跳吧 跳吧 跳吧 不好太高了 不行 太高了 小小只有兩尺 其實只有兩尺 他跑回來 他仍然走回頭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呢 跑過去就跳下去了 這個女兒很大膽 一走走到去 一聲跳下去 什麼事情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 就跳下去 就這樣跳下去 可能他站多久一點 或者他站久一點的話 他也不敢 他都不敢 好了 我講到這裡的情形 好 現在我們講到當時聖經這個情形 他為什麼沒有跳下去 為什麼這個病人沒有跳下去 我假設 假設 就是聖經沒有講的 就是說聖經沒有講的 假如我跳下去 假如跳下去 我的身體已經那麼軟弱了 這個人想著他的身體已經那麼軟弱了 如果我的腳跳下去痊癒了 如果我的腳跳下去 治好 但是我不想到有用 但是我不懂得游泳 那我就被淹死 都是浸死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可能他想了很久 或者他為這件事情想了很久 那就想了38年 一想就想了38年 還沒有跳下去 仍然沒有跳下去 有這個可能嗎 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你不需要答复我 你不需要答复我 我想有這個可能 牧師認為有這個可能 很多人做事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很多人做事都是這樣 我認識一個女生 她是做教士的 教員 一個女生 牧師認識一個做教員的女孩 她的學生考試的時候 當她的學生考試的時候 她的叔叔病重 這個教員那個叔病重 醫生說她只有三天的命 醫生說她只有三天的命 她祷告說 於是她祈禱說 主啊我沒有時間去看我的叔父 她說我沒有時候去看我這個叔 我希望向她傳福音 我希望能夠向她傳福音 主啊給她多三天的時間 求你給她多三天的時間 那我就可以去看她討她 那我就有時間去看她 向她傳福音 向她傳福音 三天之後 三天之後 她忘記了 她忘記了 她沒有去 結果她都沒有去到 可能她想這個醫生 她的診斷也沒有太準確 或者她的意思是 這個醫生的診斷也沒有太確定 過了三個月 過了三個月 她的叔叔突然間就過去了 有一天這個叔叔終於去世了 她的心非常不舒服 這位女教員的心裡很不舒服 她本來要求三天 本來她想回想一下 她本來要求是三天 神已經多幾年她 三個月領三天 神竟然給了她三個月領三天 可能就是神給她三年 她也不像其他 曾經有這個感動 甚至我們想到 如果神給這個病人有三年時間 可能這個女教員 會忘記了 三十八年也差不多吧 這個水池邊這個病人 有三十八年 或者都是這樣 沒有跳就是沒有跳 沒有下水就是沒有下水 沒有決心就是沒有決心 沒有決心就是沒有決心 也可能她有什麼思想 或者她可能有另外一個思想 如果我真的痊癒了 如果我真的醫好了 我要去做工作 那我就要去做工了 那就我不可以忌宿的做西卡爾 在哪裡 變成我不可以繼續去行黑 那我就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三十八年沒有做工 三十八年也沒有試過做工 不如還是在哪裡 不如還是在那裡 在享受很多有愛心的人 在那享受很多有愛心的人 來幫助我 來幫助她 來可憐我 來可憐她 很多很多的理由 她三十八年都沒有跳下去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令到她三十八年都沒有跳下去 也可能我們看見很多人 差不多的決定 或者我們看見很多人 同樣有這樣的決定 當我初初當初信耶穌的時候 當牧師初初信耶穌的時候 這個我就是很多個我 這個我是我們大家 我決定要每天領修 我決定每天要靈修 我決定每天要看聖經禱告 我們決定每天要看聖經要祈禱 我決定每個禮拜天我要到禮拜堂崇拜 但是我把主耶穌基督的重要性擺到最後最後 一個藉口 一個藉口 當水動的時候 當水動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面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裡面 他把責任塞到其他人的生命當中 他把這個責任放在另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哎呀 我的家非常的亂 我家很亂 一定是我的女兒不幫忙 我的女兒不幫忙 因為我的女兒沒有幫忙 我的太太也太懶惰了 我的太太太懶惰了 我的先生也太不好了 這個是每個人都這樣講 都是講我的家庭 不是講我自己家庭 做翻譯吧 你做翻譯吧 不可以做解釋 不是 我看要師妹坐在這裡 我不敢講 總然而知 總而言之 每個人都不把責任對到自己的生命當中 人就是不會將責任在自己的生場 不是我的錯 每個人都說不是我自己的錯 就是社會的錯 這個人是社會的錯 如果也不說社會的錯 如果不是社會的錯呢 你就發一個問題 你就發一個問題 神啊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呢 神啊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呢 人總是有很多問題 就是不是我的錯就是了 人總之有很多的錯處呢 有很多問題就說不是我的錯處 我們這幾十年的中國官方語言有一句話 錯不在我方 錯不在我方 乃在他方 這個是外交的辭令 這個是外交的辭令 但這句錯話成為我們很多中國人 我們喜歡講的說話 這個變成是中國人好喜歡講的東西 錯不在我方 錯不在我身上 乃在他方 是別人錯 為什麼你不愛我 為什麼你不可憐我 為什麼你不可憐我 為什麼你不想得我的軟弱 為什麼你不明白我的軟弱 我就是軟弱嗎 我的軟弱呢 你有體恤我嗎 你有體恤我嗎 那就是這樣子 人就是這樣 這個都是藉口 這個都是藉口 那麼耶穌就跟他一個對質 對質 耶穌於是跟他有一個對質 起來 起來 拿起你的軟弱 走 拿起你的軟弱 走 在聖經這個軟弱 這個字 在聖經這個軟弱 這個字 也可以包括了那個 單架床 也可能包括他那個單架 你長癒了 你已經醫好了 這個人就發現有一股力量 進入他的生命當中 這個人就發現 好像有一股新的力量 進入他屋的身上 廣東話就說 搞定 搞定 廣東話就說 搞定 那他就會起來 於是他就起來 他可以走 為什麼現在他不在躺在哪裡呢 為什麼他不仍然是躺在那裡呢 你說你有很多理由 你不可以被醫好 你有很多理由 你可以說 所以你不被醫好 但現在耶穌很直接地跟他說 我把能力給你了 我已經把能力給了你 你可以站起來了 你可以站起來了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嘗試過 就是很久沒有站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很久沒有站起來 那你現在病好了 可以站起來了 現在病好了 你還是非常軟弱 但是你會弱 仍然很弱 你要扶著旁邊 你要扶著周圍 可能你需要一個拐杖 慢慢地再學怎麼走 或者你需要一個拐杖 來慢慢地學習 但是這個人 但是這個人 耶穌叫他起來 耶穌叫他起來 拿你的鱼子走 拿你的鱼子走 真的不容易 這個真的不容易 還有這個人 是坐了在那裡 三十八年的時候 還有這個人 在這裡睡了三十八年的時候 他也是猶太人 他很熟得猶太人的習慣 他也明白到猶太人的習慣 耶穌吩咐他 醫治他 讓他起來的時候 當耶穌基督吩咐他 要他起來的時候 那天是安息日 那天是安息日 按照猶太人的習俗 按照猶太人的習慣 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 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 包括了去醫病 甚至醫病都是工作的 不可以搬房子 不可以搬房子 就是不可以拿他的鱼子去走路 即是說 將那些皮蓋拿起來 來走去別的地方 都是搬房子 他為什麼不跟耶穌說 為什麼他不跟耶穌基督說 明天才醫好我吧 明天才醫好我吧 他不問 他沒有問到 他知道他要把握這個機會 還好他真的把握這個機會 好在他真的把握這個機會 他可以起來選手 於是可以起身走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個性當中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之中 可能我們有非常多的困難 可能我們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習慣 一下子我們要改真的不容易 一下子我們要改真的不容易 一下子要來改其實不是容易 可能是不習慣 可能是不習慣 可能是最怕人家的喬哨 或者是怕人家機笑 等等的原因都有 什麼的原因都有 他現在要起來 但是這個人現在起身了 他真的要起來 他真的要起來 他曾經在池的旁邊想了很多事情 可能他這三十八年 躺在池邊想了很多東西 他要逃避 我不要掉到那個池機裡面 他要逃避 不要落水裡 但現在他要站起來 但現在他站起來 他要成為一個性造的人 他要做一個新造的人 在二零年代 一個走鋼線的藝人 在二零年代 有一個走鋼線的藝人 他空手要跑過那個 尼克拉科那裡 他要空手地走鋼線 走過尼克拉國步 尼克拉瓜國步 如果抓到一個很長的竿 那個比較容易 如果他可以抓一支竹 那就更容易 因為那個幫他平衡 因為那支竹 會幫他平衡 但是空手地跑過去 真的不容易 但是如果不抓鋼線 走鋼線 不是容易 他跑過去了 但是他逼竟跑過去了 他換來一陣很大的掌聲鼓勵他 於是他換來很大的掌聲鼓勵他 電視記者也去訪問他 你為什麼那麼帥 那麼厲害 可以跑完整個路程 問他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可以走過全程呢 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你要訓練多一下 每天的訓練 每天都訓練 每一個人都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 這句說話真的不簡單 這句說話真的不簡單 就是我可以 就是牧師可以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 訓練就可以了 訓練就可以了 但是主耶穌最後給他一個警告 但是耶穌基督最後給他一個警告 所以很多人拿出好一個警告 在第五段那裡講一個警告 你已經痊癒了 你已經醫好了 他不是已經醫好了嗎 他不是已經醫好了嗎 為什麼 再要一次地訓告告訴他 你已經痊癒了 為什麼耶穌基督還要跟他講這句 你已經醫好了嗎 如果我是那個三十八年的病人 如果牧師是一個三十八年的病人 他人家我可以走路了 突然間可以起身走路 可能我要想 或者我會想 這個是一個假象嗎 這是一個假象嗎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主耶穌 主耶穌就跟他說 主耶穌跟他說 主耶穌跟他說 你看啊 你現在可以先走了 你現在看看 你都可以走了 已經過了一陣子了 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你還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 你真真的可以走了 你是真真的可以走了 你是真真的可以走 但你知不知道三十八年前 你為什麼拖延這樣 你不可以走 你記不記得三十八年前 為什麼你到現在不能動 耶穌沒有真真的這樣跟他說 耶穌沒有跟他這樣說 但是耶穌怎麼跟他說呢 耶穌怎麼跟他說呢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厲害 怕你所遭遇的會更厲害 從這個的暗示當中 從這句話的暗示當中 因為犯罪所以他的腳缺了 為什麼喜歡犯罪呢 為什麼會喜歡犯罪呢 可能是打架 可能是冒險 或者他是冒險 不知道為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犯罪 一般來說都是很高興的事情 但是犯罪 牧師說一般時間都是很高興的事情 比如說兩個人打架 或者說兩個人打架 打贏的那個比較高興一點 是不是 我打贏就高興了 如果你欺負我 如果你欺負我 我把這口氣都還了 我把口氣出了 那我心裡面也有高興 那我心裡面就會高興 我不想到這個人 三十八年之前 他犯了什麼罪 我不知道這個人 三十八年前 會犯了什麼罪 但是這個事情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有個事 大家都知道的 三十八年之後 耶穌把他醫好了 但是三十八年之後 耶穌基督醫好了他 他沒有信心 他沒有信心 也沒有行動 跳到那個池裡面 去跳到那個水裡 但耶穌基督不需要他跳進那個池裡面 但耶穌基督不需要他跳到那個水裡 耶穌基督用特別的恩典把他醫好了 耶穌基督用特別的恩典把他醫好了 只有一個條件 只有一個條件 他不要再犯罪 就是叫他不要再犯罪 當我想耶穌跟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想當耶穌基督這樣跟他講的時候 他心裡面一定需要有一個確定 他心裡面一定有一個確定 三十八年前 三十八年前 讓他不可以再走的那個原因 讓他不可以走這個原因 是他做了不對的事情 他要承認他曾經做過這個不對的事情 他要承認他曾經做過那些不對的事情 他不要再做 你要不要再做 不然 不然 主耶穌說 耶穌基督說 恐怕你遭遇的更厲害 恐怕你所遭遇的會更厲害 在我們當中 很多事情我們不順利 有時候很多事情不順利 可能是我們不合神的旨意 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做的事不合神的旨意 當然不是每一個事情都是這樣 當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在我們的心裡裡面有這個感覺 但是如果我們心裡有這種的感覺 有這個的反省 有這個的反省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我們要認罪 我們要認罪 我們要悔改 我們要悔改 我們要靠著耶穌頂在十字架上的生命 我們要靠著耶穌基督化在十字架上給我們的生命 我們從新的得到力量 從新的得到力量 做新做的人 做一個新做的人 如果是基督徒 如果是基督徒 很多應該有的學識 有很多應該學懂的東西 比如說愛心 或者是愛心 關懷 對神的禱告 和神的關係 把人家帶到神的面前 將別人帶到神的面前 我已經得救成為基督徒 我們既然已經成為基督徒得救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也跟我一樣成為基督徒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親戚跟我一樣得救 現在就是時候了 現在就是時候 不要再待 不要再等了 三十八年很快就過去 三十八年很快就過去 昨天我非常高興 昨天我很歡喜 我們的七十週年 結婚七十週年的弟兄姐妹 我們有結婚七十年的大兄姐妹 他們在那裡做他們美好的家庭生活的見證 他們做出美好的家庭生活的見證 他們經過了差一點就兩個三十八年 他們經過了差一點就兩倍三十八年 七十年兩倍三十八年 就是兩個三十五年 就是兩個三十五年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這是神的恩典 很多紅十八年 不去了三十五年 你说我爱你 也没有跟子女说我爱你 再过35年,70周年纪念 再过35年,70周年纪念 那70周年要纪念什么呢 70周年纪念什么呢 纪念我从来没有说我爱你 纪念我从来没有跟你说我爱你 大家明白我所说什么吗 大家明白牧师所说的什么 要把握机会 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 用行动来证明 我爱你 我把我最后的救恩介绍给你 我把我最好的礼物 我的救恩送给你 我最喜欢的家庭教会 希望你也尽量一起来享受 我所喜欢的家庭 这个大教会 希望你也进来享受 不要再多念你的忍耐 不要再锻炼你的忍耐 不说我爱你 而不说我爱你 来吧 来啦 用行动 用行动 回应神给我们的回应 回应神给我们的爱 我们一起祈祷 天哪的天父 祈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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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他说 不要再犯罪 这是超乎我们想到的恩典 主耶稣教导我们 将这个恩典广传出去 好叫我们的朋友 我们所认识的人 同样得到这个邀请 成为你的儿女 主耶稣 多谢你 今天让我们在圣经里面 见到你的恩典 听我们的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称名求 阿夢 請大家坐在這裏唱聖詩回應 普天眾贊第319首 我們唱第一節 One Stancer 歌詞印在螢幕上 歌詞印在螢幕上